原标题韩女星买地后升职被骂投机为正清白公开隐私 中国网友大呼苛刻艾优的名礼之恩 是韩国的知名艺人长相甜美可人 自2008年出道以来 人气居高不小除了唱歌主持之外 艾优出演的制作人步步惊心力 我的大叔等局都深受好评 在中韩都有大批的粉丝 不过近日艾优却遭到了韩国网友的舆论攻击 起因竟然是因为艾优买了一块地 在2018年1月艾优增花了46亿韩元 买了经济到火川的一块地 结果这块地因为GTX高铁线的路线确定而涨价了 因为艾优平时的活动范围并不在这一块区域 所以韩国网民就怀疑艾优是怎么能够提前知道路线并购买黄金地段的 尽管艾优公司立刻进行了反驳 指艾优买地不是为了投机而是为了自用 但是韩国网友却并不相信还是非常愤怒说 艾优说不是投机就不是了吗 针对艾优方说没有出售韩网友也是很气愤说 现在当然没有必要立刻出售了 因为再等等的话赚的更多啊 直指这种投机行为拉大了贫富差距 尽管经纪公司给出了说明 可是依然难以让网友们信服网友们的愤怒 就将艾优送上了头条 为了取信于网九 艾优方发了官方声明说明艾优买地 是为了给母亲办公 同时也为一些做音乐的后备 提供列席室 甚至公开了房子的内部照片 不过这样因来 艾优的住所和父母的公司等隐私 也被曝光了 为了证明没有撒谎 却暴露了隐私 代价可真是不小粉丝们 也纷纷心疼自己的偶像私生活 全被曝光感叹艺人生活不易 艾优公司目前也打算采取法律手段 来整治网络上那些不实谣言 毕竟这些传言 如果不是真的 就会对艺人的正常私生活造成影响 不过这场争议传到中国时 国内网友的反应 却和韩国网友截然相反 大家都觉得 这根本不算事 花自己的钱合理投资 有什么好指责的 还有网友大赞爱忧 投资又到 国内网友一致觉得 是韩国网友太严格 因为中国网友从来都没有去管明星 通过什么途径买房 又从中获利多少 反正都是人家花自己的钱 投资重关国内娱乐圈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